星星穩穩 黑色教室的后玻璃 破了一个大洞 仔细一看 后座掉了一颗 比拳头还大的石块 而首海车辆不止这一台 另一辆白色轿车 玻璃也被砸碎 车主看了真的很心疼 因为我们那天有下雨 那我摸车子里面是干的 那雨停的时间 大约是下午3点至4点之间 所以可能这个事情发生 就是在我嵌车之前没多久 台南市北区兵工厂内停车场 15号共有四部轿车被砸破玻璃 其中一位被害车主 公司就在停车场附近 在这里停车停了四年 第一次遇到这么夸张的事情 整天有看到 你摔玻璃 我不知道是什么 停在这里用 拿一个好看 是喔 反正自己用这个 你停 事发到今天 停车场还是停满车辆 只是没有监视器 又没有人管理的公有地 民众把爱车停在这里 实在很不安全 这阵子是四部车 有被车窗砸破的情形 那目前是没有受理到 车内财务失窃的部分 之前曾经有发生 车内财务失窃 找不到砸车的人 车主报警处理后 只能自认倒霉 而警方也持续 调约监视器 扩大侦办 并加强巡逻 希望能早日抓到杂车凶手 这赖冠章 皇甫香滑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